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眼镜都被打开了 部队是咱们部队的作风 以我想象的好 特别的周到 全面 广且是细主 我当年上大学 简直说有天地之别 就深刻的 感觉土著碗 设置了 食堂的 最大手的伙食安排的都挺好 每一个新生 都有人去接待他 去招呼他 然后宿舍里头班长也非常负责任 就是给我们感觉很好 因为市场很好吃 浓浓的学习分为吧 校园文化非常浓厚 都更是没得出来 校园文化 我这不懂文化的人 都感觉文化第一相当深的 挺好的 感觉比一般的高校要 更有正气 整个朝气蓬勃的 很优秀 很优秀 就是很让我喜欢 就感觉很舒服 特别能够 那个校企馆呢 我觉得内容很丰富 希望他在学校 科普训练 好好学习 报效祖国吧 因为我的孩子希望 作为国家了 我也就放心了 希望孩子在这学校中 博壮成长 成为国家逗争之后 希望他这四年本科 在各种人格的练炼 然后也得到提升吧 让他在学校继续努力加油 我希望孩子能够不辜负自己 不辜负国家 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 好好学习 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我希望他未来四年能够 继续生成 争取得了国防科技大学任教 我希望领头签所有的 治理青年 争取来咱们 国防科技大学来体验一把少年的勇敢 希望大家到国防科技大学读书 科技大学读书 科技大学读书 家长就是非常放心 所以是欢迎更多的家长学生 到国防科技大学来 希望孩子家长培养好的好的孩子 将来都不如这个学校 希望所有的新生学生所获 将来放下国家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为我们祖国奉献自己的一盘力 我觉得国防科技大学 是我推荐大家来这儿 加油 一起